机组员和同住家人搭车前往集中检疫所路上 却一波三折让家属相当不满 原来9月3号机组员被通知要快筛后 下午却改口包含同住家人都必须送往集中检疫所隔离 隔天他们坐上防疫专车 途中竟然还去载其他三个家庭 到华山集合后还将人分配到两台游览车上 很怕造成交叉感染以外更崩溃的还在后头 从台北到南头整整四个多钟头 防疫人员每人都发一片尿布 但夸张的是车上只有储藏室没有足够的隐私空间 家属质疑基本人权都被剥夺 家属还说三点半就被接上车却拖到五点半才出发 抵达南头又饿又累 却被告知时间太晚没有晚餐 只发了一瓶红茶和饼干来搪塞 为何不送就进检疫所 机组员们为了工作冒险还得配合防疫 却要忍受这样的对待恐怕任谁都难以接受 TVB新闻连志无顺皇静盈 台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